那剛剛講說出血性中風 它可能大多會有高血壓的這樣子 高血壓或是血壓控制不好 那缺血性中風 它有一些比較明顯的一些症狀 像高血脂症 高血脂 血脂異常 或是抽菸 或者是比較肥胖 像膽固醇比較高等等等等 這些其他的一些危險因子 也是會發生的 或是有沒有使用 女生的話有沒有使用荷爾蒙 等等等等 或是避孕藥物等等 這些都是一些它的危險因子 我們當然可以用 它的發生的情形或是症狀 或是它的一些危險因子 來大概區分是不是缺血性的 或是是出血性的 但是這只是一個初步的評估 最好還是要用 神經內科的醫師 或是急診室的醫師 或是經過核磁公正 或電腦斷層的檢查 會是比較好的一個確認的診斷 是 好 羅醫師 剛才那個朱醫師有提到說 有些人因為在這個情節情況之下 會想說自己先來 來做一些急救 例如說放血 出血性中風 缺血性中風 哪一種是可以用這種方式的嗎 是 這個 我今天帶這個小小的針 那當然就是 這叫做柴雪片 一般來說就是說 我們中醫的時候 有些醫師他會鼓勵就是說 患者在急性的時候用柴雪片 在我們的這種柴雪片 在我們的每個手指的尖端做放血 基本上這個一定要專業的醫生 對喔 它本身是什麼道理呢 他是古人認為說 假如說我們這種中風 它是屬於急症 再中醫來說叫做陽症 叫熱症 就是比較大家知道是火氣 這種現代醫學研究 事實上對酸塞型的 特別不鼓勵用這種方式 基本上什麼時候可以用 這還是有專業的醫生 一般我們中醫認為就是說 你臉紅脖子粗的 血壓高的 才有可能真的 在現場急救的時候 實在沒有辦法 現場要等救護車 或是現場沒有專業的醫護人員 實在沒有辦法 或許你周圍有一些 中醫的醫護人員 醫師 或許也用這種方式 重點就是急症 還有急性症 就是它已經整個昏倒了 剛才注意的時候突然昏倒了 然後血壓非常的高 180 200 臉紅脖子粗 然後這種屬於手爪痙攣的 或許再放血是有用的 那什麼絕對不能用的 臉色蒼白的 冒虛漢的 大小便濕近的 再中醫叫做虛症 叫脫症 這種絕對是不能放血的 在這邊要特別澄清一下 放血的原理是什麼 讓它的血可以循環嗎 一般來講因為我們說 它是比較這樣出血性的 可能是血壓比較高 然後它就有放血的這個道理 好像讓血等於宣洩掉一點 然後讓血壓是不是降低一點 但是我們現在覺得也要很小心 因為我們有時候紮手指的時候 有時候也會造成病人的痛 如果當它還有感覺的時候 那痛的時候 你也可能會造成血壓增高 所以這個不管怎麼樣 我們原則上這個 以前我們會說 你在因為比較偏遠或是沒有醫療設備 但是目前大概醫療的後送或119都還是比較方便 大概二三十分鐘之內都可以送到就近的醫院 那台灣地區的醫院那個電腦斷層也都蠻多的 所以我們就是會寧願就是說 先趕快讓病人安靜的靜躺 然後趕快叫求救 叫救護車等等 但送到醫院了之後 那醫院現在我們在急診室看到這一類的病人 因為現在衛生署也有規定幾個重大的傷病 像心肌梗塞 中風 要盡快的做處理 譬如說要病人的醫次的檢查 電腦斷層的檢查 大概大概30分鐘 60分鐘 90分鐘 我們大概都可以診斷 初步診斷出病人是出血性或者是缺血性的 那這時候我們再來做適當的醫藥的處理 是比較適合的 那千萬不要再還在病人 還在家裡 或者還在外面 我們用又推 又拿 又打 又垂的 這樣可能會造成一部分的惡度傷害 可能都會發生 所以現在比較不鼓勵 所以當這個我們身旁有這個朋友 突然倒下去的時候 我們要做第一件事情 打119之外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因為很怕他這樣昏倒沒有知覺 這個其實看國外的 不管像那個電影 或者是EHA的影集 事實上大家有沒有發現 在國外我們在處理一些病人的緊急狀況的時候 都是把緊箔子固定得很好 然後叫他等等等等 或是接上了這個心電圖 心電圖的偵測了之後 然後才做一些處置 其實這樣也是比較對的 除非我們有受過很好的 就是你有受過HLS的訓練 或是BLS的基礎的生命的急救的 加護的這個措施 那你對這個病人是有了解 或是你對他的病情有了解 你可以做這一部分的處置 可能傷害比較不大 是 好 那中醫 對 其實這個還是一個重點 我們中醫有時候 在講到這個中風 有幾個真相 其實我們靜下心的 我們觀察我們身體的一些跡象 譬如說你會覺得 你可能會頭暈 耳鳴 甚至你會覺得眼前有點發黑 有時候不純然是眼科的問題 就是我們已經 我們的小血管 我們的五官是很敏感的 耳鳴 眼睛會有發黑 一片昏暗 還有舌頭可能會發麻 有時候你講話變不順 因為我們中醫認為 舌為心之苗 舌頭是跟心臟 所以我們現在這種復健 也是認為你要語言發音 這跟舌頭是有關係的 還有大家 我們台灣民眾比較清楚 就是說總統一手麻 都認為可能有一些 小中風 剛才我們主要提到這TIA 就是這短暫性的缺血性中風 這一般來說暗示者 或流鼻血 流鼻血這些都代表 你這半年到三年當中 你要特別有這種小中 再次中風的機會 所以這個特別要注意 還有我們中醫 有一些可能民眾 學了一般的中醫知識 他會想掐人中 掐人中或提肩膀 剛才主要有提到說 患者在急性期 他已經昏倒了 絕對不要再做任何 刺激他的動作 按摩 掐人中 提肩膀 什麼時候可以做呢 就是說他可能有點意識 他覺得他昏昏的 有點疲倦感 可能還可以提神 我們中醫要認為提神 這個督脈 給他壓人中 你看有些涼涼的薄荷油 給他塗塗 精神會比較好 可是在中風來說 尤其是初血性的中風 你這樣刺激他 血管再次的受到刺激 就絕對要注意的 所以拿肩膀 掐人中 這些都是不是很好的 這還是要跟 還是要有配合現代的處置 醫學處置的 好 那我就要請教一下物理治療師 你那邊有很多的這個病患 是因為不同原因 到那邊接受治療的嗎 那有缺血性中風 或初血性中風的案例嗎 有 一般來講 我們缺血性的中風的話 是因為他腦血管出現了血栓 或者是栓栽的情形 這類病人在我們臨床上的話 大部分都是老人 比較居多 然後他們 詢問他們的病死的時候 大部分都會發現 他們都是在 就是靜止的時候 或是天然的時候 或是可能在休息的時候 因為血流量比較慢慢減少了 所以就容易出現 血栓 栓栽的情形 比較特別的是 我曾經接過個個案是 它是因為在生產的過程中 然後莫名的就發生了 腦血管的栓栽的情形 後來詢問他的病死才發現他的 像他的小孩也因為這個事件 就不飽 然後媽媽也因為腦血 就是腦部氧氣 就是缺氧過久 所以後來整個意識不是很清楚 然後在臨床上也很常看到一些 企業的一些大老闆 或甚至是醫師 也是屬於這種出血性的中風 因為出血性的中風 因為我們知道它是最主要原因 是因為一些高血壓 沒有受到控制所引起的 所以假如你的血壓沒有受到控制 然後你的壓力又大 加上你又沒有適當的休息 太過皮咬的話 很有可能就會在大白天 就突然發作這樣子 它跟缺血性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大部分都是發生在白天 然後缺血性都是在晚上休息的時候 比較常看到這樣子 是 好 那通常他們是在做了治療之後 合併做一些物理上面的復健是不是 是這樣子 我們復健的話 我們會是由幾個專業的領域 所組合而成的 包括我們復健科的醫師 護士 還有物理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 語言治療師 還有心理治療師 簡單的分工的話就是 假如這個中風患者 他出現了突然上的困難 或是沒辦法講話 溝通上的困難 就需要語言治療師來介入 假如這個患者 他因為中風之後 心情比較沮喪 或者是認識上有些問題 或者說情緒控制沒辦法 這個時候就需要 心理治療師的介入 而職能治療師的話 最主要就是他會訓練中風患者 他一些手部的精細的動作 來希望他們能夠重新回到職場 而我們物理治療師的話 最主要是重新訓練 讓他們能夠做 能夠站 能夠走路 然後日常生活功能 能夠自理自主這樣子 簡單的分類是這樣子 是 好 所以剛才這個 治療師有提到說 缺血性中風的病患 大概占的比例比較高對不對 對 缺血性的話 在我們臨床上的話 大概是占七成 然後出血性的話 大概是占三成左右 是 好 那中風之後 接受復健 他們有可能恢復到完全正常嗎 其實像是我們一般吃的那種 酸梅 蜜餡 甜鹹酸梅 還有甜鹹的餅乾 還有就是說一般的那種 如果說泡麵的那種調味包 那種其實都是屬於 還有有一些是 其實如果你去菜